我們做過開始的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復生前看過我們這個網絡的課堂 所以境內同學務必把花筒關掉 就要你們幫助我 周朗老師的說話清楚 能夠緩慢一些 所以同學們能聽清楚 因為普通話不標準的時候 如果說話說得很快 同學們聽起來會很累 說求主帶領和幫助 祷告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12月份我們學習最後一個主題 叫《節日篇》 這一個月我們學習這個主題 就是《節日》 為什麼選擇這個主題就是12月份 特別是西方人從感恩節開始一直到聖誕節 是他們這個月的節日比較多 我們中國人稍微退後一點點 我們一般是1月份和2月份的節日比較多 12月份開始 我們也開始我們的節日 我們比跟美國稍微錯一個半月左右 錯一個半月 知道為什麼嗎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中國人的節日比較多 比美國人錯一個半月 節日在世界各國裡 我跟大家講過中國歷史 一講世界歷史 人比較閒的時候 他就過節比較多 一般情況下 美國人到了這個時候也是冰天雪地的 請問冰天雪地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沒什麼事 尤其是農民 他該收的水稻 他已經收回來了 該地裏種的地瓜 花生他也收回來了 那麼這段時間就幹什麼 就過節日 這個聖誕節是歐洲人的一個習慣 歐洲這個時候也是冰天雪地的 那冰天雪地的要幹什麼去 大家過節嘛 大家熱鬧一下 吃點喝點玩一點 闖闖門 就這麼一回事啊 其實沒必要掛著聖誕節 你就想開心一下就行了 那沒事我們中國人就過年 過年是 中國人過年是慶祝分手的意思 比他們慢一個半月 我們開始過節也沒事幹 漫長的冬天很無聊 就過節了 過節了我們講四篇文章 第一篇呢 來自於五星節聖經的 《石頭行傳》裡頭 第二篇呢 來自於水浦傳的 李虧原夜鬧東京 就是元宵節 第三篇呢 是吃年夜飯 是八斤的 第四篇呢 是中國的民間故事 黃鼠狼給幾百年 老師呢做了一些改編 把中國的民間故事做了一些改 節日給大家介紹 節日有兩個起源 一個起源呢 來自於人的宗教 或者迷信的傳統 因為在歷史上面呢 宗教和迷信呢 它往往是混為一臺 比如中國人的春節 或者叫過年 是幹嘛用的 就是用來慶祖分手的意思 當然裡頭也敬拜祖宗 敬拜各種各樣的神明古怪 因為中國人這個道教 也所謂撒滿教的一種 加拿民族的宗教信仰 一種 然而中秋節 中秋節是幹嘛的 但是中秋節是幹嘛的 吃月餅的嘛 對吧 中秋節是進月的 祭拜那個月神的 祭拜月神的 月亮神 在中國民間裡頭 祭拜月亮神 主管人都婚姻的 月老的 但是 月老是個張國人婚姻的 清明節呢 祭拜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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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陽節呢 敬拜老人的成陽 還有很多的說法 基督教的聖誕節呢 來自於那個 太陽神 敬拜太陽神 耶穌在世的時候 他搞什麼節日嗎 我們有什麼節日嗎 沒節日嗎 沒有節日 只有原來猶太人有一些節日 那麼主耶穌基督以後 這些節日都不過了 是吧 沒有節日了 所以節日 它是說人的一個宗教習慣 教育裡他的耶和華神呢 搞了愉悅節 還有什麼祝盆節 還有什麼普爾節 還有什麼呢 都是猶太人的 為了紀念耶和華神 那些古代沒有什麼文字嘛 那麼你要感恩神怎麼樣呢 到底節日感恩 到了新約時期 主耶穌把十月的節日 都撇掉了 只有兩個聖誕 拿兩個聖誕在整個 教會之後拿兩個聖誕 你知道嗎 教會拿兩個聖誕 哪個就是 許禮和聖誕 對 就這兩個 別的東西都 然後呢 所以說主日聚會 就沒有節日了 當然人呢 就喜歡搞底節日 當然節日 所以說我是不反對社會上能夠過節日的 我不知道別人反不反對 我搞不清楚啊 別人要過節日過了 但是沒必要掛著一個神的名字的 你想過節日想開心啊 想吃的羊肉啊 或者說你想吃的什麼燒口 你這個什麼錯啊 那你就吃吧 那你不要把地心簡單 累得要死 我見過 因為我以前做大學生團契啊 我們會提前一個月 至少一個月啊 就舉辦聖誕節 然後那些女學生呢 就一下課啊 就過來拍節目 以至於他們的學習成績呢 是來耽搁 然後那一天呢 會有很多人來教會 教會也會舉辦一個很盛大的聚會 不像現在這樣 聖誕國家一下打擊啊 家庭教會舉行很大的聚會 所以到那個聚園裡頭就包場子了 我們在廣州包聚園 或者包酒店 包酒店的會議場 這一天呢 哥哥會邀請很多的家長過來 或者是平時不勝主的 教會過節 很多人去迎接他 帶著禮服啊 修復 所以來了以後 有些我們教會也還是發毛巾啊 發臉盆啊 那些佔的小便宜嘛 也會有很多人過來 會平時超過你生 教會的五倍六倍 甚至十倍的人過來 他來了以後呢 來了就來了對不對 過第二天 基本上99%的人 你就不會再來了 就是這樣子 就搞這樣的事情啊 還有一個呢 結論呢就是一個爭執 或者商業的操作 比如說光棍姐 那個光棍姐雙11 他馬上雙12了啊 光棍姐是馬雲他不是搞這種的 馬雲的阿里巴巴的淘寶網上面購物嘛 是吧 還有什麼什麼 天什麼 天什麼 個購物網站 我無印度很少啊 天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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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電價背景 都搞個雙11嘛 那京東有搞個雙12嘛 還有個618嘛 這就是商業操作啊 那你買的東西搞什麼 電慶呢 我们店周年庆是几年庆 有个折扣 大学的这就是武汉大学 130周年 武汉大学不是30周年 系列捐款 不是那个小米的那个老板叫什么 雷军捐了143亿人民币 对不对 一阵天也过去了 一阵天是武汉大学的校友 他们校庆 然后学生呢 学生能够加仓 那武汉大学不是一个湖吗 以前为校庆了 或者接着在水游挖的时候 尤其新型的鱼嘛 大家可以免费吃动鱼 我们以前校庆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学校会免费让学生这么吃鱼 或者说杀 有些学校会杀猪 他要在学校饭堂里头 会免免养那些猪嘛 那校庆的时候加一个餐 吃一个红烧肉 你说这是好事吗 当然也是好事 当然不要东东学挂着什么 挂着耶稣记的名字 往称耶和华神的名字就不对了 就翻了第几节命呢 往称耶和华神的名字 第几节命 第三节命 对 你想吃东鱼啊 吃东肉都没有吃过 不要挂神的名字 就往称神的名字 还有一些政治节 也是国庆节 国庆节我们过了嘛 就是中华人员跟我过 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 取得了争取 这个国庆节 是吧 还有五四青年节 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就是共产党开始在中国宣传 他的思想在青年节嘛 还有建军节 八一建军节 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南城企业 特派向发动武装暴动 叫八一建军节 还有劳动节 劳动节是美国辟资宝工人 反对资本家 整齐八小时工作制 叫劳动节 妇女节是怎么来的 也是知道妇女节是怎么来的 三八妇女节是怎么来的 我没想过 还有母亲节 还有父亲节 这些节日都是 人就会创达一个 还有六一儿童节 六一儿童节 都是这些政治运动 特派向起来的 还有什么父亲节是 父亲很劳累对不对 感恩这种的 等等这些都没有错 但我绝对有什么错 什么感恩节 你要过一就过了 过去过二了 你不过也没什么 但基本上这些节日 对弱者的一个同情 五一劳动节 对工人们 工人们有什么权利 劳工对不对 弱者 妇女 其实你尊敬你妈妈 爱你妈妈就不需要过什么母亲节 好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节日 你们有什么感兴趣的节日 昨天我发了个作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完成 你们有什么感兴趣的节日 你们都有写作语 你聊一下 我等一下写作语 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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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感兴趣 为什么都圣诞节感兴趣 圆芳 可能是因为有圣诞礼物 圣诞礼物 我觉得不是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那天耶稣出生的 耶稣不是那天出生的 我现在告诉你 绝对不是那天 好像我爸爸说是耶稣那天出生的 不是的 你查一下圣经 耶稣出生的那天 牧羊人可以在那个旷野里头 牧羊 请问冰天雪地的时候 牧羊人可不可以在旷野里头 撒一下路加福音 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翻到路加福音 翻到路加福音 翻到路加福音 耶稣出生的时候 第二章 我请受恩读一下 路加福音二章的第八节 读一下 等我翻一下下 第八节 你几岁 我八周岁 八周岁 你走一下 好 在伯利恒 在伯利恒之野地 旅游牧羊的人 夜间按照更次开守羊群 那个中东 中东 它的伟多跟中国的北京差不多了多少 请问北京不是河北差不多了多少 河北的冬天12月25号的晚上 你应该在旷野里头牧羊 冻死了 我说没有这个人这么寒 那么冰天雪地 这是木屋 要把羊羊 就关在羊圈里头 一万千 吃点什么干草 别的什么东西 所以说不可能是12月25 一定是错了 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上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请问玛利亚知不知道耶稣是哪天出生的 知道 为什么约翰福音 玛利亚晚年都是生活在约翰他家 耶稣订了十字架以后 玛利亚生活在约翰的家 那么约翰怎么不知道 约翰为什么不写耶稣是哪天出生的的 我们看约翰福音 为什么这个尝试 约翰福音 第二十章 三四节三四一节 上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耶稣哪天 家喻成年读一下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四三四一节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耶稣哪一天出生的 你读一下 二十章的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三四 写到三四一节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载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我们只需要为耶稣今天得生的 那个约翰可没有我们今天的人这么八卦 他这些人就不感兴趣 神也吩咐他不让他写这些东西 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你只需要信耶稣得永生 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道成肉身的神结构了 这些东西你不要知道 就是你来上我的课 你不要问夏老师口袋里的多少钱 夏老师口袋多少钱 跟你今天上我的语文课有什么关系 你问夏老师你口袋多少钱 没关系嘛对不对不告诉你 我不会告诉你也不要问嘛 就这个意思啊 大家一定知道 好那是欧洲人的一个传统 就喜欢摆太阳声的 到底节日快活快活 老师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秋节 好没关系 你喜欢那么节日都没关系 这都没关系 我跟你说 你喜欢说吗 老师那工人前和工人后也不是耶稣的标志吗 是的 但是他算错了 算错一两年时间 公元前和公元后时纪念耶稣基督 到计算耶稣基督来一年来 但是算的人他算错了 大概错了一到两年时间 算错了 我也算错过 我说是个税稣基督 那是个税稣基督 也是的 公元就是你看那 before christ 祝前嘛 after christ 就是基尼耶识基督的实体 这些全是同用 但是算错了 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今天来学习一篇课文 学习一篇课文 哪一篇课文呢 就是五旬节 过个这样的节日 等一会五旬节 但是五旬节这个节日怎么回事 五旬节也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 这个节日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琢磨它 大概是犹太人和大麦的节日 和大麦 大麦在逾越节后五十天 所以叫五旬节 中国中文里头一群是多少天 那是什么上旬中旬下旬 一个旬是多少天 那是什么 你们知道中文 我这个人家大家讲中文 一个旬大概多少天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一个月是多少天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 三十天 上旬中旬下旬一旬是多少天 是讲七天 那五旬呢 那五旬呢 是多少天 一旬是十天 一个月 再来一遍 没反应过来 五十天 对 一个月是三十天 前面十天叫上旬 中间十旬叫中旬 后面十天叫下旬 一旬是多少天 你说 一旬还是十天 一旬是十天 那五旬呢 五旬 对 我们就给它取名字叫五旬节 翻译的时候 翻译的人很厉害 他不但懂西伯来语言文 懂这个音语语 而且中文他也很厉害 所以做翻译的人 今天这个年约是很不讨好的 首先你要懂语言文 等于人家的英语或者说语言文 然后要熟悉中文 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才能做翻译 但翻译的稿子 不知钱 我们国家因为没有出版自由 你翻译很多作品 很多翻译的姐妹 或者弟兄 生活很艰难 你看这翻译的多好 翻译五旬节 或者今天的人 你光五旬这个字 意思里的很难明白 圣经翻译的正好 这个合法文圣经的五旬节 给它翻译了 我是很配合游戏翻译的人 那个林语彤的信仰不好 他说翻译的水平真的高 那个以前有个作家 还有一个很会翻译的人 那个梁诗秋 他把那个莎士比亚 翻译的很蝶 还有 那个幽默是林语团翻译的 还有现在台湾有一些 翻译的特厉害 中文和英语都好 那个我不知道 他们几个人叫什么名字 有了 这翻译的真是高手 有机会我跟你们聊聊 那个英语翻译成中文了 那个真的是天作之和 不知道怎么那么厉害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沉默了他们所住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沉默 按圣灵所持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五旬节然后后面有一个1是什么意思 我是做备注的 这是那个电脑软 那个叫什么 以前我印的是WPS 现在我印的是Office 它备注的时候就是一个1 方便我查 方便我查资料 现在一本书上面都有这张就1 2 3 甚至上面有的时候是个圈 有的时候没有圈这样的 这个故事的开始 大家写这个故事 有些同学已经跟着我学了一年了 有些同学方路上查过来 故事在基本的有几个几段 还记得吗 三段 哪三段 还记得吗 开始过程结束 对你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套路 全世界人讲故事 都是一个开始一个过程一个结束 小的你讲个小的预言故事 大来你再写一篇小说 写个长篇小说 都是一个 你拍电影 电影的一个开始 一个过程一个结束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套路 你要按照这个规则来 有些同学我不明白 我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你跑了 还写了几个月了 还是一锅粥 就是一个段落部分段落 就给我写了 所以这就都头痛了 人家老师就白讲了 是吧 所以公立 我们在网上上课 我还压力 没什么压力 你愿意听 我也感谢上帝 你不愿意听 我也没什么损失 你在公立学校这种学生 就是老师就很着急了 因为你要参加什么考试 你参加考试的话 如果每个同学 能够考过80分 那么老师有奖金 对不对 你这个人别人得考80分 你只考50分 那么平均你就降一分 这老师就很讨厌这种学生 有人说公立学校 为什么骑士擦身呢 有些同学成绩不太好 老师就会骂 因为你影响他的奖金 对吧 影响一个全班同学的比赛 比如说你一个人拉下一分 你一个人只要50分 或者40分 全班同学40个同学 每一个同学要为你贡献一分 其他同学就会指责你 就会骂你 为什么有些同学会自杀 你说为什么会自杀 在公立学校读书 当然这同学自杀的不多 有自杀的不多 因为老师会发动其他同学 来歧视这种落后的学生 然后吹逼你家长 去努力学习 赶上进度 你看全班同学分数都是平均80分 不是高吧 对不对 但你的同学你的孩子 这45分或者说50分 你不及格 你把老师的工作成绩都拉下来了 就这样子 其他同学有比赛 我们班本来是去年全校是第一 自从来了你这个插身 你就把我们排成第二了 我们叫荣誉奖章就没有了 有些荣誉奖章会替在教室的那个前途 就是荣誉我们班是最好的 是全校或者是篮球比赛第一名 我们的是足球比赛第一名 或者说我们的语文考试成绩第一名 他会替在那个什么 这集体荣誉奖章吗 我讲这个故事我告诉你 我不会提示你 因为我是不在工地学校当老师 但我去提醒你一下 我提醒你一下 老师讲过很多很多遍 你批评一篇文章分为三段 但有个东西就是没有听进去 我不明白你上课是在干什么 因为我眼睛就广客就看不见你的人嘛 对不对 然后年纪小的同学用的格子写作文 用防格 因为为什么你现在怎么 还不知道怎么写的规规矩矩 你不要有那个横着的格子 就是没有规范的格子写 这还有个我很抱歉 我不会使用那种图片软件 应该当他做老师的改作业 那是个基本的 但我在网上我改不了 有哪个字错了 我要给你批一下标准符号错了 这是周老师的基本的 我不知道怎么搞 所以只能拜托你爸爸妈妈了 我只能讲个评语 里头改不了作业 我尝试过改不了 铺片 其实一般情况下我比如说教书我改一天我改两百个人 不是两百个人吧 两个班的同学让我跟他上课了 一个把四十个同学我改一百两个同学的作文也没什么问题 或者是别的作业也没问题 你就改一下看一下 你过一遍 标准符号要红色的笔标记一下 就很简单 但网络搞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老师拜托你爸爸妈妈了 这细节的标点符号 前面讲了一个开始 五旬节这个节日他强调的不是享受生活 强调的是森林的工作 所以五旬节到了 犹太人有这个习惯 不只要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共 就是逾越节 后来麦子收了五十天 大家在一起 跟中国农民一样 对不对 你们家打了多少麦子 我咱们打了多少麦子 收从我们要分析十分之一 跟会堂 然后我们自己可以享受 大家交流开心 在一起聚会 中国人过年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过年就是庆祝分寿的意思 大家过年的时候会讲什么话 恭喜发财对不对 万事如意 对不对 就是说庆祝分寿 我聊聊你们家 今天烧了多少刀骨 还有今天养了几头猪 卢明五 小时候我们会想说 孟我真勤快 他养了多少头猪 去年 有些地方养了几只驴 还有什么设了多少件道之骨 大家互相组合一下 新年来年了 万事如意 有些感谢那个偶像 感谢偶像 祖神保佑 还有什么土地 有些地方就是庙会 都有这种 类似的这种宗教性的情节在里头 虽然他不认识独一的神 但是他有这种宗教情节 那么正好这一天 主耶稣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 你要等 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 等什么呢 等圣灵在你们身上 圣灵教练在我们身上 赐给我们能力 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大家知道圣灵教练在我们身上 有什么路吗 有什么意义吗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昨天刘恩怡的妈妈跟我聊天 聊到这个读书的事情 有些同学不自觉 有些同学很自觉 社会上面也是的 有些同学做什么事情不自觉 包括我小时候 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是喜欢玩 读书也是为了玩 没有什么理想的 什么目标都没有的 就是好玩 那社会上面认真读书也是很有野心的 那种人会很热情的读书 那么基督徒很热情的 热情形上就是圣灵的工作 一个人从事了 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新的生命在里头 大家知道 有圣灵才有新的生命 所以你把他传福音 什么人能够传福音 有圣灵的人才来传福音 别的人就是跟班 就是很机械性的去操练 操练传福音 是吧 耶稣那些门徒原来没有圣灵的时候 就跟着耶稣去传福音 他能够传什么福音 就是机械性的操练 直到五旬节开始 就是圣灵的引导了 这是亚马斯 那是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我问大家天下是什么 虔诚的犹太人是什么 虔诚的犹太人是什么 什么叫虔诚的犹太人 什么叫不虔诚的犹太人 什么叫天下 老同学回答 什么叫虔诚的犹太人 有什么叫虔诚的犹太人 我感觉虔诚的犹太人 应该就是 怕对神的福音 了解很深 今天每天都有读经 祷告灵修 那个时候犹太人 有听耶稣基督跟他讲吗 从耶稣基督传福音在哪里 你们猜的 我知道你们是猜的 你们看一下雅各书 大家翻到雅各书 那个时候 其他的犹太人 其实没有听过福音 他知道摩西的 或者说对福音 知道也是模糊不清楚的 大家看看雅各书 什么叫虔诚 我们虔诚 我们中国人喜欢跟着赶去走 大家翻到雅各书 一章的二十二节 读到二十七节 然后同学读一下 翻到了 麻烦你先读一下 然后同学先翻到 雅各书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二章的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七节 老师我来读 好的 分配者 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惯了他的相貌如何 读到二十七节 这是二十七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辈是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若有人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所欺哄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抗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把虔诚画一个圈字 在你的圣经上面把虔诚画一个圈 把虔诚画一个圈 这就是虔诚的电影 虔诚的犹太人 不一定对耶稣基督成死里复活 这事情懂得很多 不一定 虔诚的含义 圣经的标准 第一是信道 听道又去行道的人 是吗 他仔细考察摩写律法 他仔细考察摩写的律法 然而追求神的自由 然而勒住舌头 就是说不随便说话 就是言语谨慎 还有一个怜悯 可能世界上面的分别出来 分别为圣的 就是追求圣洁 没有玷污的前程 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什么意思 情节就是说 世界上面能干坏事 他不干 就分别出来了 也连续时间连续换了人的孤儿寡妇 不是连续所有人都去连续 他就换了人的孤儿寡妇 直到我们村里头有几个穷寡妇 那么他们就会逢年过节 送给什么礼物过去 就是照顾一下别人 这种人就是前程 但知道吗 圣经里头的前程是这个意思 首先是神的话语 考察神的话语 很喜欢考察神的话语 听到也行到 然后人在乐住时候 然后人在分别 世界上面的最后的能分别为圣 就不占锅 今天我们中文就不占锅 但是不占锅是什么意思 你们家有没有口锅是不占锅的 你们买了不占锅 买了吗 没有 不占锅是很好用的 就是你随便吃鸡蛋了 它就在上面 买了 买了对就是不占锅 你随便什么在世界上面 但是你不占锅 最后的时间不占锅 再好连续执行 连续别人 这叫前程 大家知道 这是圣经的定义 我们养育前程的后裔 为什么我给大家 开这个课程 开这个基督教教 就是为了帮助你的爸爸妈妈养育前程后裔 如果我每一门课都收费 我以前收费收得很贵的 如果我都有很多贫穷的弟兄姐妹就怎么来 来不了 那我就得罪上帝了 你不是为了为神上帝养育前程的后裔 你是为有钱人家养育前程的后裔吧 贫穷的人就攀不上你的课 你一门课收四千或者收两千 人家三个孩子 一年不交六千给你 他怎么收费 这是不对的 薛老师这么做是不对的 我养前程就这个意思 你一定记得 所有同学记得前程不是 那异教徒的前程就不一样 异教徒前程比如说他们会从广东趴在地上 走路走到西藏 这什么西藏自有行 都用个打底车 一道上扑佛就折磨自己 还有那个莫斯林 所以四爷莫斯林 到头皮上面割出血了表示虔诚 那么这个人就比如说杀一只猪 比如说那个庙会 庙会的祖宗 比如说庙会里头干什么呢 唱戏 唱三天戏 还有一些人表示虔诚是什么意思 爷爷死了或者说外公死了 搞了个道场了 搞一个礼拜 我们那里有钱的人表示虔诚 对祖宗的虔诚 叫那个道士唱一个礼拜 花很多钱了花二三四万 我没那么多钱 我妈过世了 我就拿了一万五千块钱 一万五 一万一万块钱 一万五块钱 一万五千块钱 我妈妈帮奖礼了 然后我弟弟为了表示他虔诚 把别人的所有的礼金 大概一两万块钱礼金全部给用完了 搞了三天 我说搞一天就行了 对不对 把一天奖礼金 如果为了为了是虔诚 那两兄弟怎么呢 那我就妥协了了 他们的虔诚是这样子的 要花很多的钱 要出血 你不出血了你就不虔诚 那个结婚 中国人叫结婚的中产大事 你们那里娶个邪妇要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你们那叔叔阿姨结婚 你自然花多少钱 我小医生 台里给了八万 八万也不少了 不少了八万 当然也不多 不多 八万不多 八万不多 我就十八万 十八万 因为中国人那种婚姻是这么大的 你要表示对方的虔诚 中国人一个红氏 红喜事 就是结婚 生孩子 对不对 还有个白喜事 就是葬礼 这个两个人 婚姻是一个家族的中产大事 也是敬拜祖神的 所以要花钱 老人死了 也是敬拜祖神的 也花钱 你花得越多 就越虔诚 是吧 你就看得起人家的闺女 因为这女孩子 比如说是 罗家的 嫁到张家去 你瞧不起他们家族 那你给五十块钱就 那 够两百块钱吃一趟饭就行了 那你才把人家看得太廉价了 对不对 你要表达你的前程 那怎么办呢 八万 八万是小意思的 八万是很少的 我告诉大家 现在是人家的 十万 二十万 我那个 我那个你叫什么 我外甥女 大外甥女 二十万 二十万 我不是要你的 给你存下来 父母我也有钱 对不对 我干嘛要你 你叫 打发的 我也是结婚的 娘家出房子 娘家出房子 那么婆家出房子 那么娘家给你买一台车 送给女婿 对不对 让她以后 下人可过好日子 都这样子的 为了表达虔诚 你知道吗 表达虔诚就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出血啊 简单的 中国里头啊 这个词语啊 大家写一下啊 我们中国人就是呢 就是敢出血啊 就是呢 然后呢 费力 你费很大的力啊 受呢 甘心呢 受折磨啊 你甘心的受折磨 你敢出血啊 就是虔诚啊 打个比方来说啊 有些教会的人 要早上五点 大家一起的敬拜神 你不敬拜神 你就不虔诚 因为你不愿意受折磨嘛 你不愿意被神折磨 就是呢 不虔诚 然后呢 星期天 有些改革正教会啊 一直啊 学学王圣经 学药理文达 学教义 那是学本书 马上一直不可能学 周一周啊周上 你都要学 你要放下你家庭事务 来学 为什么 你要甘心被折磨 才显得你虔诚 知道吗 你不甘心被折磨 你就是不止虔诚的人 就这种 就这种人呢 这叫什么 被异教影响 虔诚不是这个意思 虔诚是爱莫省的话语 清道 行道 悔改 然后呢 照顾 与世界最无分别为甚 然后呢 连续患乱症的古为寡妇 为什么古为寡妇 再学连续的吗 每个人能力有限吗 我不能够连续 连续读 天下读所有人 我是谁啊 对不对 但神比那些 过于寡妇 帮向忙 是这样的 明白了吗 前程没有 那我问第二个问题 天下是什么 前程的意思 你明白了没有 前程的意思 你明白了 不要被世界 掳过去了 你好好地 考察神的话语 第二个 天下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中国人来 那个时候 天下 就是整个地球 天下各国 天下应该是 比较远的地方来的 你同学没参加我 讲那个罗马帝国的历史 你没有参加我讲 罗马帝国历史的历史学习 我特别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叫四次以上 那个罗马帝国的历史 那个时候的天下 就是地震海延暗 也没有太远 也不是太近 他们的天下 就是这几个地方 什么再远的地方 是西班牙 他死 然后比较难的地方 是菲尼基 加泰基人 然后在东边的菲尼基 这是帕米尔高原 不是 没不到帕米尔高原 就是波斯人 马带波斯 就是地震海延暗 这个地方就是天下 当时保罗 还是主耶稣 他们是天下的这个地方 非尼基人 就是整个地震海延暗 来做生意 他们就我们天下各国来往 犹太人也跟着 跑来跑去的 知道吗 他们的天下就这么个地方 这犹太人 就地震海延暗就回来了 远到他死 进到了什么哥林多 希腊这些地方 他们认为世界就是这么大 跟中国没关系 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天下 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说修盛齐家 自国平天下 天下是哪个地方 中国古代的天下 就是中国加上韩国 日本 然后越南 北方都加上蒙古 南方就是越南缅甸 这些地方 就是这样子 顶多加上印度人 我们天下就这么多 就这么大 我们天下是天原地方 就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认为这是天下 知道吗 我们休息一下 9点26过来 我听一下 好的老师 9点26过来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祈祷必攻击过 我必须就安稳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她的容眉 在她的殿里求问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因为我早已慌了 她必肯肯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 掌握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庞石上 现在我的一安手 高过四面的抽屉 我要在他的掌握里 荒让心惊 我要尝试歌颂 耶和华 耶和华我用声音 呼吁的时候 求你一句听 并求你来学我 应允我 你说你梦当 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 也和华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不要向我烟灭 不要放弄 我刚出仇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身啊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丢掉我 我父母 我父母立起我 也和华必收留我 也和华 求你将你的大指教我 赢我仇人 呢 带我胜地的冤构 带我走平安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 敌人随其所远 因为王座见证的和口徒 顺眼的起来攻击我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也和花的恩惠 就早已丧当了 要等候也和花 当中当天顾你的心 我才说要等候也和花 神啊求你神我的愿 像不虔诚的国 为我便求求你救我 脱离归杂不易的人 因为你是自我力量的神 为何丢弃我呢 我为何迎筹你的气呀 时常爱痛呢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 和真实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身上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吉他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 我要谈情称赞你 我的心啊你为何要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因荡阳往生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神啊你在故事 我们列祖的日子 所幸的事 我们亲了听见了 我们的列祖 也给我们说说过 你曾用手 赶出外帮人 却在配料我们列祖 你苦待列帮 却将我们列祖发达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 刀剑的地图 也不是靠自己的帮笔的身 那还是靠你的右手 你的帮笔和你脸上的亮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 神啊 神啊你是我的王 求你处理 是雅各的身 我们靠你要推到我们的敌人 靠你的命 靠你的命要践踏 拿起来 攻击我们的人 攻击我们的人 因为我比不靠我的功 我的刀也不能是我的神 为你救了我们 为你救了我们脱离的人 使恨我们的人 羞愧 我们永远 我们永远 永远 还要永远 呈写你的名 永远 当如今你丢弃了我们 当如今你丢弃了我们 使我们收入 不合我们的军兵同去 你是我们向敌人 装胜退后 呐喊我们的人 仍以抢脱 你是我们当做快要 被吃的药 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 欢迎各位同学 盼望有一天 你们成为上帝所使用的 金钱的后颖 把所使用的器皿 这个神的果肉 他需要一代一代的信仰传承 各位同学需要学习 我们也需要我自己的五个孩子 都成为上帝金钱的后颖 要不能费这么大力干 但很多事情 现在我们也处于头痛的过程 昨天跟姐妹我们在聊天 真的很多事情处于头痛 是一个头痛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自己生命没有耐心 不能忍耐 自己的骄傲父母的罪恶 还有够了同学们还没有生命 没有圣灵在里面工作 那么教书就很累 因为你说强迫你们学习 强迫到什么程度 什么是强迫 什么是不强 什么是确定 什么是原则 这是个麻烦是因为没有圣灵在里头 这我很难把握这个分寸 但是如果有圣灵在里面 如果你们经过五旬节这样的 圣灵的礼的话 洗的话 那一个人读书就很容易了 很容易 因为我们家老大 我姐夫不怎么操心 就是他找我 很多学习活动 我不怎么操心 我相信我 我们家老大身上 现在有圣灵的工作了 那么他学什么东西 他有困难一个 不懂是有圣灵的 这种困难了 但基本上是很主动的 不用我放我去 哎呀一直这么做 一还怎么还不动 你不要干什么去了 我不用这么吼 你们家要不要这么吼 摸摸摸 你醉了没有 哎 你怎么要去做饭的呀 炒饭要做饭 今天是你做饭吃 你怎么没做饭呢 不懂了不懂 你不懂你就吹了人家 我很累啊 吹一次就算了 天天这么吹 谁受罪了 但是没有圣灵的统战的人 干什么就跟别人吹着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那你身上没有圣灵 那你求圣灵赐个人到我们身上 知道吗 身上没有圣灵 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罗撒冷 这声音一响 正人都来聚集 个人天界门徒用正人的相谈 说话就是那么 就惊讶稀奇说 圣灵在一个人身上 他会有一些标志 那么有一些标志的比较明显 就像刚才一样的 蹦一响 你们家想过吗 你们教会想过吗 蹦一响 反正我没听到过 别的教会去过很多教会 都没这么想过 因为圣经已经启示完成了 那我们怎么知道 有圣灵在牧生上呢 就约翰福音十六章 第八节开始一故事的 叫我们为罪为义 自己责备自己 神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 这圣灵 你读圣经本来不明白的 突然眼睛开了明白了 本来以前有的什么过犯 我就不改 我就这个样子 但是有圣灵在里面呢 他就自己愿意改了 他自愿意改 改成自己的过犯 大家知道吗 那圣灵真的真的是很奇妙的 有些都很鱼丸 很那毛孔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就不改 但是呢 神的灵叫了他神圣灵 他甘心都一改了 我见过黑社会的老大 打架 那个就是很小狠的 你看黑社会老大怎么样 收了保护会的 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呢 怎么跟他呢 文法的绵痒痒 我想他就是那些人 做福音工作的 那些骂的 跟他顶嘴啊 僵嘴啊 他都是笑咪咪的 以前你敢这么做啊 而且腿都给你卸下来 但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四年在神圣工作中 就愿意降服 愿意跟谁做 这就不一样了 我们也是一样的 同学生呢 我们可能不会成为强盗 变成传道 没那么发张 对不对 没那么大 但是你会心里会软下来 确定做什么事情呢 都感谢没有你 很喜悦行善 恨无人 做恶 就是那么都惊讶稀奇说 看了 这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很奇怪啊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 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相谈就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这相谈是什么意思啊 我这里把那个话 我就把它取消一下 有些地方啊 嗯 相谈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写一下相谈是什么意思 相谈是什么意思 相谈是什么意思 加香话 加香话 我们进来加香 那这里的相谈呢 是那个啊 各地的啊 语言啊 啊 加香话 写一下 加香话 就是很奇怪 一件事情这么的 这一帮人 你没说过很高尚的教育 对不对 很普通的 这么他他讲的是 可能是啊 我们也去考察啊 很详细考察 我先讲的是希腊语 或者说保罗 啊 讲的是啊 亚兰语 耶稣讲的是亚兰语 他讲的亚兰语 怎么听起来像什么呢 我们帕提亚人 帕提亚人 帕提亚人是啥意思啊 帕提亚 就是现在的那个中亚地区 那个就是帕提亚高原 就是今天那个土耳其 土耳其就是帕提亚高原 那个地方啊 马代人 就是现在的波斯 马代波斯一起的 以兰人啊 不知道你们没去 就是找到了 还有米苏伯达米亚啊 还有犹大地 加布多加本都 这几个地方呢 我在美国查过啊 亚西亚 弗里加 庞菲利亚 埃及人 还有来古利赖的 旅比亚古利 就是非洲啊 北非的啊 一带地方的人 好像这个罗马帝国啊 从罗马来的克里真 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还有格列底人 和阿拉伯人 都听见我们应他的相谈 讲述神的大作语 这个是啊 你抄写一下啊 这是一个神迹启示啊 他讲的是亚兰语 但是听起来的人呢 耳朵听到的是帕提亚人 马代人 伊兰人 米苏北大人 尤大人 加普大人 人会有这种很奇妙的功能在里头 就圣灵这样的时候 就是说 这样的第一个 第一个神迹启示呢 就是听见方言 也叫方言 这个律师不要吵啊 这个是很奇妙的 我以前讲普通话 很多人听起来很难受 但是我上语文课 或者说我搞演讲的时候 基本上别人听起来没有什么障碍 这就是神的怜悯和保守 因相谈就是能够讲 这也告诉我们有个什么事情呢 你不要看不起中文 有些人去了英语就看不起中文 每一个地方得相谈 中文证每个以南语好一点 他能够讲述神的作文 因为神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就是说 任何详语言 不会拦阻上帝的大能 是吗 你记住下来 这篇文章告诉我 自从五旋节以后 上帝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 这个人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土 你很土 从来不会讲普通话 上帝都能用你当地的语言 给你讲述神的作文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精通什么原文 西伯来语 希腊语 就像那个伊斯兰教一样的 伊斯兰教一样的 上帝在天堂讲什么话 他们的真主在天堂讲什么话 你讲什么 讲阿拉伯语 所以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 你要成为阿红 你必须精通阿拉伯语 我们不会 不需要 因为想谈讲述神的大作文 所以你 你不是说我英语好 英语是好 我没说他不好 我也喜欢 他说英语翻译的作品 才能让你更加尽情 中文 因为中文就不能够变成尽情 那你就是违背圣经的 那就违背圣经了 所有的相谈 都能够讲述神的大作文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那个非洲人 那个利文斯顿在非洲去传教 非洲那里人见过雪 你告诉了 你的将来圣洁像雪一样结白 他听得懂吗 你说他听得懂吗 像雪一样结白 他听得懂吗 你猜他听得懂吗 听不懂 真的听不懂 然后又比喻他像羊毛一样的结白 听得懂吗 圣洁像羊毛一样 主席问你猜他听得懂吗 听不懂 也是听不懂的 因为他在乌洋一样 他什么时候非洲成人里头 那有什么办法让他听得懂 人在基督里头像非常的洁白 非常的圣洁 什么干净的 有什么办法让他洁白了明白 明白结白这个意思圣洁 这头疼了对不对 在利文斯登了就头疼了 他是英国人的 我的羊毛比喻你也听不懂 你血 你结白如雪也听不懂 你也没见过雪嘛 他肥子也不下雪 对不对 他也不养羊 那些生命里他也不养羊 草原才养羊嘛 什么这怎么听得懂 有一天他给那些人生活 生活人发现非洲人了 认为什么东西 那个水牛泡澡 那水牛不是有牛毛 蚊子咬他对不对 经常会打滚 水牛会洗得干净 在那个洗水里头 把自己洗得很干净 从那个水里头出来的时候 他们认为是最干净的 令文斯登就行对吧 将来你在基督里头 基督的宝血像你把你洁净 洁净 洁净什么干净呢 就像个水牛 从那个水里头啊 出水的时候那么干净 哎 这就听懂了 哇 就明白啊 耶稣的宝血 能够把我们洁净的 像水牛 从水里出来一样 不解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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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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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大家 对吧 不要讨论别的问题了 同学们 拿到老师这里了 还有一个反应被罪 人被罪捆绑是什么感觉 人被罪 什么是罪 当圣经用希腊语写的时候 是怎么写的 什么是罪 各同学 人被罪捆绑是什么 犯了罪是什么意思 希腊语怎么说 圣经的原文是怎么说的 你知道吗 圣经的原文是怎么说的 哪个同学知道 别讨论这些东西吧 这回答我的问题 回答我的问题 各位同学 圣经的原文的罪是什么意思 希腊语 希伯来语是什么意思 别扯别的事情 哪个同学 回答一下 有没有人回答 我看一下 有没有人告诉老师 那个罪 sin 在希腊语是什么意思 在希腊语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让希腊人明白 希腊人怎么让你明白 是什么意思 你们说是个罪 那个射箭怎么样 箭没有射的靶子争行吗 谁歪了就是犯罪 对吧 那箭射箭 那怎么中国人很少人 谁射个箭了 几个人射箭 怎样让中国人明白呢 怎么发现 水里拉上来的意思 你没有跟上老师讲 水里拉上来的 观众讲的那个水牛圣洁吗 那罪是什么意思 这个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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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中神的道行 没有 众神的 那个 剑把 那中文呢 你整个中国人 你翻译成真文 怎么翻译成真文呢 为什么找这个字啊 最啊 这个最啊 就是那个 余网啊 余呢 进入了那个余罩 你看到没有 那余啊 甲骨文啊 甲骨文这个罪啊 就是一个余啊 进入这个余罩子真心 上面是一个 一个罗框的罗嘛 下面呢 是一个编罩 那个编网 这个编字嘛 我以后有时间 再给大家讲 讲那个甲骨文了 为什么 中文翻译为 这个罪字啊 就是那个余 进入个余罩 余罩 人家抓余的余罩子 你知道不 你进去了还想出来吗 你还想不想出来 如果你是一条余的话 你还想不想出来 肯定想 出不来了 你想出来根本门 根本有 只进不出的 那罪是直进不出的 那余罩子啊 罩着余了 就是我问你 你问你爸爸妈妈 抓过余的人 水边抓余的 农民大家都知道 只要在农村待过的人 以前都知道 所以呢 中文翻译这个罪的时候 中国人很少剑吧 我们谁射个剑嘛 几个人射个剑嘛 但抓过余的人 中国人多如牛嘛 但农业社会对不对 家国人就翻译这个 罪词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这么翻译 翻译的人都是高手的 翻译圣经的人都是高手 这么用的高手 今天很多人说 和和本圣经翻译得不好 你 我听一个教授讲的 不是我讲的 一个华人教授讲的 当你说和和本圣经翻译得不好 的时候 你要首先思考 你的中文好不好 你知道吗 很多人瞧不瞧 这个就翻译得不好 那就翻译得不好 就不知道自己几尽几两 你看都翻译得多好 我刚才这个举例说明的 每一个民主的乡谈 都能够讲出神的作文 我这就跟大家讲语文 这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急俏说 急俏大家朝鲜一下 就是什么 就是嘲笑的意思 嘲讽的意思 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 就为什么叫新酒在这 因为五训节以后多少天呢 是多少天是五训节 不是 旅月节以后多少天是五训节 五十 五十天 这五十天呢 有些人分色的时候 会把一些粮食出来造酒 就是新酒嘛 因为他们新酒很甜嘛 很好吃嘛 葡萄酒吧 所以我被新酒灌满了 这个人就说嘲讽他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 为什么不是十二个 牛大死了 站起来高层说 牛大人和一切住在耶洛撒冷的人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彻听我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 其实不是醉了 因为时候刚到四初 四初是什么意思呢 上午九点到十点 中国人以前计时 十二个时辰 大概十二个时辰 甲义饼 只处淫谋 是以害心 大家知道我这里 我手小打字比较慢 打字比较慢 我说老师你要搜什么呀 我搜了干嘛 天杆 天杆地址 我搜个天杆地址给大家 天杆就是假意秉丁 物极更新人魁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 我讲到哪里呢 我看到这片 就在这里对吧 甲义 这天杆 甲义秉丁 无极更新人魁 然后我找个地址 找一下地址 找一下地址 给大家讲一下 顺便 这个把它片眼搞出来 片眼搞出来 中国人那个 那个纪念的方式 ok 我来拼我也打不出来 我字幕也不好打 我直接把它复制一下 是得到的 这个是一个 一个中国人计时的方式 有些人应该算命就不对了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本来是一个计时的方式 大家看一下这里 甲义秉丁 物极更新人魁 就是这个就是天杆 然后地址 就是资丑 就是十二 十二就是十个 上面是十 下面呢 十二 直丑银 卯 成四五 就是十二个时程 一个时程大概相当于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这个交叉就是六四 就是一个轮回 中国六四年 就是说以前中国人计年的方式 他没有全世界 我们现在是按照耶稣计年 今年是2023年 2023年 叫做什么年呢 我不想关心了 就叫奎某年 奎某年 那么偶像成败的人叫兔年 这奎某年他是怎么来的呢 他就这么转过来的 大家怎么 上面是一个圈 下面是一个圈 这么转过来的 你知道这就行了 那指呢 就是半夜三更 就要指时 指是半夜三更的 大概十一点半到一点半之间 十一点半到一点半之间 然后每隔两个小时 就是一个时钟 就丑时 隐时 卯时 沉时 乕时 就午时 午时就中午 中午就十一点半到一点半之间 它叫五十 老师 我知道这个时期 那是按照十二生肖来的 十二生肖是根据这个来的 不是这个东西根据十二生肖来的 十二生肖是中国人的偶像崇拜 这个我们不要理会 因为中国以前 你听我讲过中国历史的时候 中国人思想在产生的那一堂课里头 我重复一下 中国人在农业社会里 他发现游戏动物的能力比较敏感 比如说狗什么很厉害呀 鼻子很厉害 很嚣张于家庭 对不对 狗之类 那么羊呢比较温顺 很有礼仪 那牛呢力气很大 人跟田 然后他们崇拜这些特点 产生了十二生肖 产生十二生肖 那么这个 我爸爸说 现在的人什么动物都拜啊 这叫加兰民族 什么偶像的拜 在道教里有 我跟大家说 印度教中间有一亿多个神 中国的道教里 2000多个稍微少一点 我家楼底 那是什么都拜 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猪头的像 就是拜的烧香那个 对对 这个我们不讲那些偶像崇拜 我们就不讲 我这个讲这个历史纪年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历史纪年 纪时间 都是这么计算的 我们是12个时程 不是24小时 不是24个时程 是24个时程 是吧 我就讲的多了 这个 我们讲的 那么这个事实是下午了 上午九点到十点正之间 叫事初 事初 因为那个时候 和和本圣经翻译到中国的时候 我们是农业社会 那时候还是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是1890年 开始翻译 一直到1990年 就是 不是说到19 19 19又1890年 到19 19 1910年之前吧 好像是 1920 1919 1919年 将近用了20年时间 才把和本圣经翻译 它是按照当时中国人的习惯翻译的 就跟大家讲一下 先子约说 神说 在幕后的日子 我将我的灵 交光有血气的 这话我就不讲了 你的儿女要说预言 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交光我的仆人和死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这个预言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神的话语的意思 不是 这个预言不是讲那个 讲预知 像天气预报明年 就要发生什么事情 像诸葛亮的神奇妙善 大家这个 不是诸葛亮式的 不是这个神奇妙善 而是讲的 是讲耶和华如此说的话语 你一定要备注一下 在语文方面备注一下 在天上我要写骑士 在地上我要写神迹 有雪有火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 这是主大安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那时候凡求告主的名 你就必得救 这是这话隐音的约书 以色列人请听我这话 你接着拿撒勒的耶稣 就是讲了他的人性 在你们这件事情 一能启示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个证明 大家注意这个证明 是见证的意思 不是现在的数学或者说物理 数学方法的证明 大家注意这个证明一点就是见证 它是是事实的见证 大家注意 他之前说证明这个词 我语文上面给大家 是事实的见证 不是形式逻辑学 或者说数学逻辑的证明 就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他既按照神的定见 定止先见被交于人 也就是无法之人的手 把它定置在十字交上面 神将使得痛苦解释了 大家这个解释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解释是解开释放的意思 不是今天叫什么 不是一个跟你 不是说明的 因为这explan 不是这explan 它是解开释放 让人得自由 这中文的最是什么 中文的最就是鱼 把那个鱼罩住了 现在不再被罩住了 你得自由了 这解开了 释放了 你不再被捆绑了 就这个意思 叫它复活 这翻译得非常好 是滴滴道道的中文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同学 能不能跟他们理解 所以我用黄色的标记 你得写一下 这个解释不是今天这个解释 大卫指着他说 我看见主藏在我面前 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里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舌头快乐 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音节四篇十六篇 也不叫你的生者见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将我应见你的面 得满足的喜爱 这就是耶稣就是复活 弟兄们 先祖大卫的是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 他死了也障瞒了 并且他的坟墨 知道精神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即使先子又晓得神 曾经向他启示 神到后遗中 大家后遗是什么 就是后代 后代 一位在他宝座上 就预先看明的事 讲用基督复活说 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 他的肉身不进行坏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做见证就是说世事的见证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重复受了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的 听见的搅拌下来 大卫没有神到天上 但自己说主对我说 你就是要我右边 叫我手抵住你的脚洞 大家在脚洞 脚洞是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什么是脚洞吗 大脚洞 有点像你三等人讲的马杂 那马杂的怎么样 收得冷 脚洞不能够收冷 那么小小的 平时你踩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在墙上 拿一个什么东西 你拿不到对不对 你踩个凳子 凳子叫脚洞 那是小末凳子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然确实知道 你们盯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正能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对其他 彼得和其门徒说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 对不起 彼得说你们个人当悔改 这是个过程了 奉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罪得赦免 赦免 就是被释放了 大家知道吗 这个色不光是赦免的 还是一个释放的意思 它不仅仅是什么呢 饶恕的意思 而且也是解释的意思 让人得自由 今天我们注意这个色 你看前面 接受所应许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跟你们和你们的人 一切在远方的人 把我们主 主我们神招来 彼得还有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就自己脱离在弯曲的似的 领受他话 注意看到没有 就很奇怪 有圣灵在来 你就领受他的话语 一个人没有圣灵的人 他不会喜欢神的话语 就受了门徒又听了三情 就横行遵守使徒的教训 还有行道看到吗 横行遵守 对吧 还会行道 彼此剥饼 祈祷 还会祷告 这人都惧怕使徒 又行了许多启示神迹 现在人在一处房子供应 并且慢到天上 照个人所需用的风格个人 没有了 他们天天同行合一 横切在店里 再加着剥饼 剥饼大家就是 大家抄写一下这个词语 这个词语要抄写一下 就是白饼 有的人就发现白饼 是个两个手分开 叫白 看到吗 两个手就读白 而一个手就读了剥 读第一声 大家把这个银标一下 这两个词很容易搞粉 很容易搞粉 两个手 这是什么 同学们 汉字两个手是什么 白开 对不对 一个手呢 你吃个花生没有 你剥花生是几个手剥 你吃花生是几个手 一个手就剥 记住了没有 一个手叫什么 我吃花生 吃瓜子 叫波 我两个手呢 白 对 记住了 这两个都写一下 很容易搞错 存作欢喜 诚实的心 用范 赞美神的证明的喜 读将读秀等等天天下来 就是结果了 这故事最简单的一个步骤 你要把一个故事讲清楚 讲明白 你不要东南西丑 就必须包含三部分 开始过程和结束 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其实我还有好多东西想给大家分享 但时间不够 但是记住这些要点 我主要从语文的角度给大家讲了 是 你看到没有 圣灵在人身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知道吗 圣灵在身上会为什么 人会扎心 你知道吗 为罪 你看到圣灵的工作 很奇妙的这段话里头很多的含义 其实如果还给我也谈过 我得给你讲 他让人扎心自己 责备自己 然后让人脱离罪 他得以自由 让人喜爱神的话语 也让人愿意遵行神的话语 看到没有 都在这个故事里都体现出来了 你在讲故事 能把一个故事讲好也很不容易 同学们 那我们的作业呢 你就写一个你的故事 一个什么的故事 一个过节的故事 作业就是这样的 什么节都可以吗 什么节都可以 什么节都可以 不要拜偶像就行 你不要去拜偶像就行 你分享一下 你 这个节日吧好不好 分享 老师 可以写生日吗 可以 可以 在最后的你愿意写文章就好 老师 我弟弟的生日就是冬初节 很好 老师 我生日是春节 挺好的 加油 对不起啊老师 刚才你跟我啰啰啰说 所以搞了四分钟了 我耽误大家时间了 我们就结束了 老师 我先祷告 我祷告完了以后 欢迎大家留下来跟老师聊天 你有忙自己可以先去忙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就抱歉 你就拖了四分钟的讨 愿主祝福各位同学 能够身上领受圣灵 主啊你赐个圣灵 也至于我们父母教学孩子 没那么累 主啊 灵敏和帮助我们 真的是需要新的生命 祷告父母 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秀